哈喽 欢迎学习爬存过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对这个搜房网的一些目录结构 做到一个简单了解 对吧 就是我如果我们想要去爬取这个搜房网上面 对应全国各地每个城市 它的那个新房和二手房的那个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页面开始入手 对吧 因为这个页面的话 它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啊 这个搜房网 它开通的那些城市啊 开通的那些城市啊 只要的话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一个城市 它对应的那个 在搜房网上面的那个链接 那个又要链接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 去组装成它这个城市对应的那个新房 以及二手房 它的那个链接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安庆 它在搜房网上面这个又要链接 那么我可以在这个前面给它加个new house 然后后面再加个house鞋干 那么的话就是 这个安庆对应的这个新房的那个 又要链接对不对 好第二个好 那个二手房的话 我就可以再给大家前面给它加个 一sf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它这个城市对应的那个二手房的那个信息的链接对不对 好那么有这些数据啊 经过这个分析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啊 写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或者是分析我们的这个页面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对这个页面当中所有城市它对应的那个搜房网上面的那个啊主页那个页面来进行分析啊对 好那么我们这些人的话啊就按照这个什么呢 按照这个省份来进行选择按这个省份来进行分析啊 因为现在我啊 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按照省份来做呢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啊 我获取到了一个城市的名字 那么这个城市到底是属于哪个省的 其实我是应该要保存下来的 明白是吧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省份来选择啊 就是我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 也能知道这个城市它是属于哪一个省的 也是属于哪个省的 好 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来做一下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右键来检查检查一下啊 好简直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地方来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的是这个直较市 对吧 好 他这边选择的是那个北京啊 北京 然后的话他这个顶部这个啊 不是顶部哈 呃 他是这样的哈 他是这样的 就是他每个这个一行啊 每个这个一行的话 其实就放在一个table标签里面啊 每个一行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tr标签 tr标签的话代表的是t代表的是table啊 这个标签的话 他的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 t代表的是table r的话代表的是肉啊 就是表当中的一行啊 那么一个tr标签代表就是一行啊 一个一个tr标签代表就是一行啊 只要那么td的话代表就是这一行当中的一列啊 这一行当中的一列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 我们把鼠标放在每个tr标签上面的话是你选择的是每一行啊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 这个一个tr标签代表的是一行 12块好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现在是处在第一行的时候 他前面是不是有两个td标签啊 第一个td标签啊 他的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啊 font01对不对 好 第二个td标签 他的那个啊 vali 是等于这个top 那么这个td标签他是用的干嘛的呢 他是用来记录你当前这个城市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省的啊 如果比如说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市 这些的话是直辖市 那么他这个地方写的就是直辖市啊 哎 如果你看的是下面这些 比如说我们把鼠别选择的是这一行啊 选择是这样 那么他这个地方啊 这样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top 他这个地方保存的就是哎 这个省份 他的这个名字 名字啊 这个这个省份的名字啊 所以啊 如果我们以后想去获取啊 对应某个城市 他的那个省份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tr标签下面去获取这个啊 这个 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td标签下面的这个test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下面的城市的呃 城市的所属的省份啊 对就可以通过这个来获取啊 好 然后下面这些城市的话 他是放在第三个td标签当中啊 第三个td标签的当中 第三个td标签下面的话啊 就是每一个的话代表的就是一个a标签对 然后我们直接获取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a标签 然后的话再获取这个里面的文本 就是这个城市名字 再获取这个a标签对应的这个sif属性 也就是这个城市对应的那个搜方网 他的那个呃那个那个链接对 好拿到这个链接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就把它给组合成那个新房啊 和二手房的那个呃 幼儿链接的对 好 那么这是这一个好 这是这个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看的是什么呢 安徽的这这一第一行对 安徽的第一行啊 你看安我把鼠标放在这个td这个t标签上面 这地方他是不是选择的是安徽的第一行啊 那么我把鼠标放在第三个这个t标签上面的时候 他是不是选择的是这个安徽的第二个行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标签啊 我们再来展开这个t标签 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行 他前面的话是不是也有两个td标签啊 也有两个td标签 但是的话啊 在第二个td标签的上面 他这个下面的话是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啊 他这个下面只有一个nbsp分号 这个东西的话 他其实映射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当中就是一个空格啊 就是一个空白字符 好吧就是一个空白字符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就跟我们上面这个地方不一样啊 上面这个地方如果啊上面这一行 如果带着这个省份的这一行的话 他是不是在第二个td标签下面有这个啊 省份啊 你在下面这一个t标签下在下面这个t标签下面 这个t标签他里面是不是没有带这个省份的名字啊 对然后的话啊下面这些td标签第三个td标签里面存住的啊 那么还是一样的 还是保存的是这些啊城市的名字已经对应的这个ur链接 对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相对是已经得出了一个啊 一个真的不同的啊 一个得出一个相同以及一个不同 相同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一行啊 我们在这一行在这个带省份的这一行 他是有什么呢 他是有那个top的啊 这个地方是有那个top的啊 是有这个top这个top的话下面是保存这个省份的名字 对了 只要如果在下面这一行的话 虽然啊也是属于安徽这个省份 但是的话他在这个下面的是这个t标签是不是就没有东西了 这个的话是他们的不同对了 他们的不同 然后相同的话都是第三这个t标签下面保存的都是城市的信息 这个t标签保存的也都是城市的信息对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相对是得出来了啊 这个相同以及不同 好吧 相同以及不同啊 这个相同以及不同的话啊 在我们后面再分析解析这个页面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非常重要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再来创建一下这个项目好吧 创建一下这个项目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我先退出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创建一个scribe项目scipy sdart sdartstartstartstartproject 只要是这个呃项目的名字我给他叫做搜房网吧搜房网啊搜房网 然后是那个他的那个啊预名就是房点看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我把它的这个啊 爬什么名字叫做房好吧叫做房啊 啊 不对啊 现在创建下面的时候不需要给他指定这个预名啊 不需要给他指定这个预名啊 我先把它给删掉吧 删到这个地方codes里面啊 把这个删掉啊 好 好 再来走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给他指定一名 只有在产生爬虫的时候才需要给他指定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房啊 这个呃 爬虫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cd到这个房里面去 然后的话那再来创建一个爬虫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scipy 然后是追nsbd啊 这个爬虫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那个basic那个爬虫 也就是使用那个普通的爬虫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使用这个干体双术 所以我们再更生这个爬虫的名字啊 这个爬虫名字 我就给他叫做什么的搜房网啊 搜房网 好吧 知道的话他的域名是房别看了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爬虫就相对是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吗 然后的话来打开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个下网了 好 这个地方来打开一下啊 呃 他是在这个下面啊 在这个下面的那个房对吧 好 来打开这个项目在哎 新创用当中打开吧 这个我把它给最小话啊 啊 不是最小话错了 应该是这个最小话 然后这个打开对吧 好 这个我们来展开一下啊 然后把相关的配置把它给改一下啊 这个一个的话我们要把他的那个什么的遵守这个opd协议给你改成这个foss啊 给他改成这个foss啊 知道的话我们能让他的这个什么的下载延迟也来打开一下啊 呃 还有是那个user edge呢 来把它给设置一下啊 user edge呢是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来打开之前的那个项目啊 我看一下之前那个项目我是怎么设置的啊 嗯 这个没有设置是吧 没有设置啊 我这个地方是设置的那个啊 随机请求头 好吧 随机请求头的那个啊 下载器中间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随机请求头的下载器中间把它给拿过来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复制份可能加c 然后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minawares这个地方啊 然后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给删掉下啊 然后可能加微信张建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删掉了 然后的话再来啊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sendings里面 把刚刚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一下对吧 就是个下载器中间这个地方啊 好的打开 然后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可能加c复制份 然后的话放到这里面来可能加微对吧 好这样的话随机请就多了 这个东西就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的话还有是什么呢 还要是我们要去更改一下这个项目 把它给写一下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啊 就是在这个爬竹里面来写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ur 来改成什么呢 开始的这个ur就改成这个ur了对了啊 就从这个ur开始往下面爬啊 好 来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换下啊 把它给换下 好 那么以后你再进入到这个页面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下面去解析啊 每个城市对应的那个ur信息的 对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呃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创建 以及对这一个页面 它的一个人的分析啊 ok好 那么我们客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